香港经典电影《古惑仔》里面的其中两名主演 郑一剑和林晓峰 为纪念两人认识20周年 早前出发到澳大利亚拍摄香港TVB的旅游节目 并在本月21号的记者会上 分享两名大男人婚后首次抛弃弃家玩个够的趣闻 其实很多人跟好基友去玩旅行都很容易闹不合 但他们非但没有 感情还好得可以拿对方的痛处说冷笑话呢 因为从第一天我们去澳洲的时候 他已经病了 对 病到现在 病到现在 所以他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名字 就是Cut Sen Cut Sen Cut 广东话是Cut Cut 每一天都Cut 他已经分享很多东西给我 我对他充满感谢的感觉 对 长小一句就比较好了 其实但是很开心真的 我们认识很久 我看到虽然他已经结婚也是有两个孩子 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到他已经长大 但是这些旅游 我真的感受到他已经变成 他是一个男人了 真真真真真的男人了 我是变成女人了 看来经过这场旅行之后 他们的友情已经生活为老夫老妻般的亲情 还笑颜 每个月都要举办一场这么爽的旅行 如果是真的话 别说他们的正房家属会不满 被以下的三位蛊惑仔兄弟 肯定也会有威严吧 现在他不知道 但是下一年放完教堂了 可能小春 小春啊 天华啊 钱家乐已经出生了 已经说不找我 很奇怪他们找他 他说没有骑很忙 但是拍完就说为什么不找我呢 好多地方也不会找我们 所以其实我们两个是真的男人 其他三个 他们全都是女人 对 男人生 女人生 对 YES娱乐新闻中心 香港报道